說到綠光你會想到什麼 是經典歌曲還是社會新聞 我是超級英雄 其實綠光還能用來測心跳喔 為什麼Apple Watch 小小一隻可以測量心率 心電圖還有血氧濃度 秘密就藏在背面的LED燈還有感測器 當我們測量心率時 Apple Watch上的LED燈 每秒會閃爍幾百次的綠光 血液會吸收綠光 而心臟跳動時血流量會增加 這時透過光電感測器 來計算多少綠光沒有被吸收 就能算出每分鐘的心跳次數 如果想要測量心電圖 就需要透過數位表冠 還有背面的電極來測量 只要將手指輕輕按著數位表冠 心臟與雙手就會形成回路 測量時Apple Watch 會接受來自心臟的電量 就能計算出心跳的節奏是否穩定囉 這次新增的血氧濃度 同樣又用到背部的LED燈 而且是四顆全觸動 但紅光綠光以及紅外線 照射在你的手腕上 血液含氧量不同 吸收的光量也會不同 讓光電二極體感測反射回來的光量 計算出血液顏色 血液顏色越鮮紅 表示有越多的陽氣喔 小小一隻Apple Watch 是不是很厲害呢? 沒有懂小科技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